中国上海外滩在新年初期晚间发生严重人群践踏事故,造成36人死亡,另外40多人受伤。 清晨当地政府已经把事故现场清理完毕,很难再看到这里发生过事故的痕迹。 有关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。 很多市民在新年第一天来到事发地点,献上鲜花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。 还有一些市民回忆了事发时的情景,或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还是安保问题做到不到位。 在上海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实,感到真的是很难过。 希望不要再次重演。 太残忍了,明明前面的人都已经倒下了, 你还在一脚一脚的踏上去,又不是有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,或者恐怖袭击,你要逃命。 只是我们要散场了而已,我们是生命啊。 昨天晚上我们真的感觉死亡离我们太近了,我们真的特别害怕,特别害怕。 请撤驳的,不怕,请撤驳的,请撤驳的。 但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确实有捡到一张钱,后来我给丢了,可能真的是一个导火索。 是怎么样那个钱的公司,就是你自己捡到的那个,大概是个怎么样的公司。 一个有点绿色的,然后我们当时没怎么注意,拿起来之后,我说是钱,然后他说,钱他怎么会有二维码呢,然后我们就丢了,不定是一个导火索。 就是那种挺惊讶,也就挺可怕的,因为外滩毕竟人很多嘛,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故,就是因为毕竟昨天也是跨年夜嘛,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日子啊,亲人啊,或者是恋人啊,朋友啊,都是蛮重要的。 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故,就挺不惋惜的,对于这些生命。